如果你走錯了的話 誰就都可以走 好 這個剛剛叫做Covet 真正假 Covet的CEO就是協作的那個Collaborator 然後我是這個專案的負責人 我叫比林 比調的比林 居的理念啊 若比林的比林 然後這個是Johnson Johnson是這個專案的發起人 他是工程師 然後他主程式都是他開發的 然後今天我們還有一個小幫手 換捷 換捷 吹揮手 對 拍在這裡 有任何 等一下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舉手發問 我不確定你們需不需要slido 讓你們就是 如果你們不好意思舉手 如果你們需要逆您問問局的話 但你們確定都可以舉手 如果 我等一下研究的話 如果你們需要slido 我再開 這個專案在進行的幫助是 幫助使用者快速查詢不實訊息 像是假新聞 如果你的爸爸媽媽有的時候會收到一些訊息 像是 你吃了柿子就不能再喝優酪乳 不然你可能會拉鏡子 或者是你吃了螃蟹不能加優酪乳 或者是你吃了牛奶不能加優酪乳 他可以讓你感到新奇 讓你感到覺得有趣 那你也好或是你的父母也好 他們就會不斷的把這些訊息轉發出去 所以像是內容很creepy 像什麼 馬的頭 然後馬的頭 貓的身體 那其實是合成的影片或合成的圖片 或者是讓你覺得恐懼 真是太讓人驚嚇了 為什麼這個三種人會有這麼恐怖的畫面 讓人覺得憤怒或噁心 討厭或者是覺得不舒服 或者是讓人很驚訝 比如說前一陣子就有某位網紅 他就說他其實是跨性別者 但他本來是沒有子宮的 但他突然可以懷孕了 這件事情就讓人驚訝 所以很多人會轉發這樣的訊息 我不知道怎麼現在使用的社群軟體是什麼 是IG嗎 像這樣的訊息其實在過去 可能在一二十年前 在這些社群的平台還沒有被建立的時候 這些訊息其實都需要透過傳統的新聞內容 如果說在時間推得更之前一點 像是傳統的新聞報道 新聞社 還有中國時報也好 自由時報也好 過去還有台灣日報 台灣日報 還有聯合報等等的報信 過去還沒有過網報 那隨著報紙的事 為什麼報紙會示威 我們都知道媒體要能夠盈利 媒體要能夠被建立起來 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廣告 我的報紙很多人看 我就可以賣廣告給我的廣告商 那這些廣告的利潤 就可以再養更多的好的記者 讓他們可以產出更多好的報告 那隨著網路開始之後 很多的文字和傳媒已經改變了 包括像現在大家看到的字媒已經改變了 比如說過去記者好了 記者和主播他們的新聞專頁在報告新聞 但實際上如果你有在追蹤 就是你的喜歡的YouTuber 或者是你有在follow一些 你喜歡的網路上面很知名的人物 我們可能會看到有KOL 就是Key Opinion Leader 這些人會能夠主導你們 就是看事情的方向 或者是你覺得看他很有趣 這些人可能有很多的關注者之後 他對於很多事情就會有一定的聲量 包括很多人他可能會跟你介紹說 我現在最近在吃什麼樣的食品 我最近在賣什麼樣的 我也有帶一些你也可以賣 那他其實就可以左右你看世界的方式 那其實就是一種新的媒體喔 所以從過去的傳統媒體到現在的自媒體 其實媒體已經在很多時候 進行了很大的轉變 包括像現在的這些網紅好了 網上的名人 其實他在做的就很接近記者 跟主播在做的事情 但實際上他的表格是 踩得很中間然後很虛擬 因為他跟你說他是網紅 他不是真正的新聞傳媒和媒體的工作者 這兩個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在過去啊 我不知道 一兩年前 在台灣在婚姻平權的時候 那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些反同 反同志 然後或者是認為說同性戀是一種病啊 同志是不好的啊 他們會引用很多 右邊這個美國兒科醫學院的研究 像是什麼喔 女同性戀者他們身上的小孩會 更可能對家庭有一些不好的期待 或不好的影響 他們可能會對家失去很大的信任 那他們是不是醫生 其實是 那他就假借了說 這是醫生的專業所提出來的鑑定 但實際上啊 他是一種錯誤的連結 真正老牌的就是醫學院的組織是 美國兒科醫學院是左邊這裡 大概就是1930就已經成立的 一群你要是醫師專業 才可以進入了這個 就是一群醫師的團體 那他們以他們的專業經驗認為說 同志辦理受良小 或是同志辦理生小 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右邊這個呢 右邊這個其實是一群就是 你可能是醫師 但同時他可能是很反同性戀 很保守的基督徒 基督徒也有很開明的 像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的基督徒家一代我去那些教會 他們就是像是他的牧師 或者是他的兄弟和姊姊姊 他們就會是傳道人 他們可能就會有同志辦理 但也有一些些比較保守的基督徒 他可能就是讓他的信仰 臨在於他的專業 然後認為說啊 同志辦理是不適合收養小孩的 那就產生了右邊的這個Logo 你看到他這邊有一個舌障 舌障其實就是醫學的意思 然後這邊就是男生 領生帶來兩個小孩 還有很強烈的那種一夫一妻 或者是很刻板的認為說 一定要這樣的家庭 才是好家庭 可是像這樣的家庭 就你沒有把隔代教養 或者是擔心討論進去 你認為他們可能是 不符合你們想像中的完美家庭 所以像右邊這個啊 他就是以他的信仰 人家以他的專業 那同時他又發展了那麼多的研究報告 像是剛剛說的就是 如果沒有爸爸或沒有媽媽 等一下你可能會不幸不美滿 那像這樣子的文章大量採播的時候 他其實會被翻譯轉譯 像台灣的做法就是 這件美國的文章 他會到香港翻譯成中文 然後再搞到台灣來 然後在當時就是婚姻平成公投和投票的時候 有一個媒體要的風向新聞 就大量引用了這裡的文章 引用了他的研究 然後去跟大家說 同事是不好的 同性戀者是不好的 那像這樣的話其實就是 利用錯誤的期待 讓民眾誤會 這是醫學專業 但其實他不是 而且就造出了很多的錯誤訊 你看這個就是 你看官家新聞說 美國的醫生理學會認為說 這樣子會對後代有錯誤的影響 但這其實就是用錯誤的專業 去引導人民 引導民眾相信了錯誤的事情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來看影片 看影片 麥麥麥э 妳要去哪裡啊 阿嬤,看一下阿嬤 這要去啊 好 其實我就是妳的阿嬤 小姐哥 阿嬤阿嬤,妳為什麼不要這樣一cak 阿嬤,妳可以走青春烈的生意嗎 阿嬤,那里有出去才是 這樣才能夠給你啦 阿嬤阿嬤 有什麼樣的朋友在這裡嗎 說你屁事 欸不行 阿嬤你吵人家沒說話 有什麼沒在家裡有話 我還在唱歌還在亂唱 呃 因為我沒有說過幾年 還是最後控制一名老婆 我還不敢繼續討論 叫你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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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你哥哥 你把他出來 拉 你現在是你老婆的,我比較近 你現在看電視這些政府通知老婆啦 待見你不要亂 這個街頭是有種技術 有人去街市的一個扁 我問你吃吃到多難 你現在是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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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為自己賣個空袍 人生丟臉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阿姨是不是很難吃的啦 這還很噁心耶 有厲害的 最少要跟人家人怪異性啦 這個這兩人 只是在那裡 龐大三是多少人機孔 誰都在看 不是 我來你什麼啦 我不是被神魂啦 被神魂 我這不是羅力孔 他這不是羅力孔的 等一下 別站在笑咧 把媽媽等下喝醉 等等 你去我中心了嗎 不是 我 我哭啦 你太真了耶 大家真的假的賴好友 請不要冒冒 像是個阿嬤喔 影片是我的 謝謝大家 影片只是就是 一個比較容易 的方式 希望可以跟 有提放的音樂嗎 這麼很輕快的音樂 好 好 他講不得有幾個關鍵 比如說就是能夠讓 大家注意到這件事情 是會有不良的危害 如果聽到你有聽到MZ 香菜就是可以清除你的腎臟 或者是有一陣子很流行 就是地瓜葉加 地瓜葉加上牛奶 我自己打了之後可以綁三高 那其實像是在雲林啊 在我們所知道就是我們朋友 他帶著很多的文件宣講 那那邊的民眾他們其實就是會 整個社群每天早上七點起來 可能就是打地瓜葉加牛奶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會對生長 很多很不好的影響的 錯誤的訊息會影響就是大家的 父母嚴重很嚴重就是因為 他可能無形中會散佈很多錯誤的知識 剛剛講的就是像是地瓜葉 或者香菜 然後還有錯誤的食安 比如說肯德基或者是麥當勞的肌肉 打生長激素 或者是什麼有樹化的地 你們這麼年輕的人吃了之後 可能就是會可能八歲就會變成大火把 或者什麼男生小肌育會變短啊 或者是長不高啊等等 關於生長激素 或者是環境荷爾蒙 塑化劑 有很多很多類似的謠言 那這都是假的 你要知道生長激素是非常非常貴 這樣一點點就要一萬塊 台灣的肌肉的 我們的育種技術非常的好 所以現在台灣的肌肉其實是一個月之內 肌肉就可以長大 那其實因為這些錯誤的資訊 導致就是大家可能會不敢購物 如果你的父母可能是同事相關的好業 那可能會因為錯誤的資訊 他的收音會受到影響 像是有一陣子我們說 菊菜 桂鳥 說桂鳥會致癌 那一陣子就是曾經有一個就是 專門種桂鳥的阿伯 那他因此還賣了兩甲地 但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挽回人民的信任 因為菊羊其實在台灣是一個算常見的 就是三類決賽 那會因為錯誤的資訊 導致他的獲利會受到影響 如果你們自己的父母就是家裡 或者家裡有經營事業 那你就會發現 如果說錯誤的訊息會影響到 其他人的觀感 或者是要最強的疫情 如果我們說某個人染疫了 他經過哪裡 那一陣子所有人都不會去那條街 那你這樣就覺得怎麼辦 那像去年啊 去年曾經就有這個很熱門的訊息 就是說啊 武漢肺炎 說在武漢那裡啊 因為他們的屋頂下面全部都是蝙蝠 因為有很多的蝙蝠 所以他們才會感應 但實際上啊 這麼多的影片喔 我們實際上可以在YouTube上面搞成真的原始的影片 他其實是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那裡的蝙蝠 根本沒有人講中文 然後那其實是當地的一個 協助他們去把蝙蝠虛趕走的影片 那因為這些錯誤的影片 導致大家就是失去彼此的信任 今天這堂課就是你會知道說 就像內容農場跟自媒體的差別 如果你有在追像貝斯庫的企業 你有追Youtuber 或者是你有在看的部落格嗎 哪怕你什麼美妝 將你怎麼樣化妝 將你怎麼樣打扮 然後或者是去哪裡旅遊 如果說他的點閱率很高 他很多人看 那他其實就會成為一種新的字母 或者是抖音或者是推特 只要有很多很多的關注者 他其實就會有媒體的效應 左邊是什麼 左邊是內容農場 如果你有看過PK News就是這個 每日投票 投共01戰新聞 或是Botscam 應該很多 因為 為什麼呢 這其實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中國好像看不到這個內容農場 那他其實是 轉載了很大量的 就是中國的文章 像是那些被刪除的文章 有的時候可能 你的地方有產出了文章 但被刪除了 PK News才會有看到忌妒 或者是台灣的很多很好笑的文 文選或者是有人發展過的經驗 那PK News可以立刻的把文章複製起來 你要注意喔 複製文章是無本生意喔 你寫作文可能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可能很多的成年人 他們如果寫文章有稿費 可能要花他們一年一個月 或者是兩個月的時間 他可能就是寫了很長的文章 然後因為這個文章有獲利 或賺錢 但是內容農場呢 他沒有成本 他就是複製你的文章複製 是鐵掌化的網站 沒有成本嗎 什麼叫農場 我在裡面種東西 等於我把你的內容 透過來種載內容 你都不喜歡這個作業被抄襲 或者是你很辛苦的努力 被所謂的搭電車等 或freerider搶走 那內容我們來做的事情就是 我免被拿你的偉章 放在我的網站上面 然後你看右邊這件是廣告嘛 那他應該很聰明 他其實都會看你平常在看你什麼 所以我覺得 想要曝露我平常買東西的偏好 就是你喜歡看什麼 然後他旁邊就會賣廣告欄 旁邊都是嚴重的 那有各式各樣的文章 你看他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漫畫的啊 健康啊 或者是那種親子啊 星座啊 健身啊 各式各樣的 那在每日頭條裡面啊 內容農場啦 在內容農場裡面 他就是沒有得到授權 沒有付任何的支出 幾乎是免費的 擁有這些文章的內容 然後放在我的網站上面 你只獲得非常龐大的廣告暴力 那像這樣的地方的話 他其實關注的就不是訊息的正確了 那關注的是正確的 越來越多人看 訊息越多人看 那這個網頁的瀏覽就會越多 然後他的廣告就會越豐厚 所以這樣呢 是一件有利可固的事情 他為了很多讓錢變多 他就要放更多獵奇的文章 讓更多獵奇的文章 那像這樣子的網站 他其實就不會再負負訊息的增加 那你看雖然美其民視news 假根好像是新聞 那其實完全不是新聞網站 所以像這樣的地方 就是錯誤訊息或假新聞 很容易出現的地方 很容易出現的網路 左邊那個是報導者 好像剛剛在前一場的時候 好像就比較報導者 報導者是新的網路媒體 他基本上是一個非努力組織 他是一個基金會 基金會等於就是 有人願意捐款 然後捐款給別的記者 讓記者不會因為 我的文章很少人看 我的文章很硬啊 什麼香港泰國的抗議者 或者是228記憶的初步觀察 如果說我作為一個記者 我的文章沒有人看 那我的生活就會少啊 但報導者想說的事情是 我們他們做重要的文章 也就是說雖然我的文章 可能沒有人看 但這個議題很重要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關心 那就是報導者在做的事情 所以像公事 像報導者 他們都是比較 依賴民眾的捐款 定期定額的捐款 或者是少量的捐款 然後透過這些 來寫他們的文章 兩個一些記者 兩個一些強調的記者 又變成的是中間電視 中間電視過去有一個 自己的新聞頻道 但因為之前就是已經 已經撤照了 因此中間電視就變成了一個 Youtuber 他們就作為一個自己的Youtube頻道 好 所以他講算很特別 他現在還是不是新聞 所以現在就不是了 過去的新聞其實是受到非常嚴格的 就是黨規的規定 就是你其實是有一些像是 你要有一些查核的責任 過去甚至查核其實是 記者和新聞的人在做的事情 你在產出 你在做新聞 你在寫出新聞的文章時 你一定要對你的文章 對你的產出 做基本的事實查核 確定它是沒有問題的 才可以打出去 你可以想到做很久很久之前 在我們還沒有網路 這麼方便的live 這麼方便的直播秀之前 所有的文字都是經過記者 你線一線去考 記者可能會需要出國去調查 去跟很多人訪問 所以記者擁有很多第一手資訊 記者擁有很多資訊的權利 所以記者是第一位非常非常崇高的文章 其實其實現在也是 現在很多民眾會看清記者 其實就是來自於說 大家親視了記者這本的專業 大家認為說記者的文字 是被他們飲樂養散過 或者是修改過 所以人民條例不想去記者 那這樣中間電視 它就是從原本的新聞 現在電視很像是YouTube頻道 他們的主播就會在上面 可能比較吃漢堡 然後同時就是他 他有時候來個會是抖內 大家看了他的影片之後 覺得快樂 他們就會把影片 把錢搭上給他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很有趣 自由時報看起來是一個傳媒 但其實他裡面的內容是很奇怪 他裡面的料理要說 這是郭台銘的最新投資 為什麼讓影響感到恐慌 實際上 這完全不是新聞 這是一則廣告 有心人是透過了自由時報的模擺 他去抄襲了一個上面的一些版權頁 然後還有就是自由時報裡面的內容 在裡面講的其實都是 某種虛擬貨幣的交易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假的網站 透過右邊的這些廣告 就是像是 郭台銘到底獲得什麼樣的利潤 然後放張郭台銘的照片 讓你親信名人 認為說名人都這麼說 或是名人 因為這件事情獲利了 或是名人 我可能給你聽此獲利 他的TA完了就是 台灣人 認識郭台銘的人 或者是中國人 認識郭台銘的人 知道他很有錢 然後很好奇他 因為什麼事情獲利 好 讓你感到恐慌 這就是那邊的虛擬貨幣 右邊這個 如果你有在用LINE 或是你家人在使用LINE 那時候你有很多像這樣 就是你把這個貼圖分 你把這個欄位分享到 十個群組或十個好友 然後你就可以自動下載 免費得到很貴的免費貼圖 這完全是錯誤的 在LINE上面免費貼圖 是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事情 就是他一個月的 你要費用大概一個月兩百多萬 如果說我是一個公司 我希望你們透過加入我好友 達到五千塊的問題 因為我想要獲得客人 所以我可能就會跟LINE討論說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談一個貼圖行銷的方案 那首先就是我要先付幾百萬 然後跟使用者說 你們可以加我好友 然後獲得貼圖 當然這一定是有限期的 一個禮拜 一個月九十天 為什麼 因為九十天之後 我還要再付兩百萬 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跟你現在沒有百事的午餐 然後也不會有免費的貼圖 像這樣子就是 告訴你如果可以免費獲得貼圖的網站 或者免費獲得貼圖的LINE的貼圖 其實都是假的 它有幾個方向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活動下的頁 像這樣子寫 已經錯了 還有另外一個你看它的網址 它的URL 但這件事情有一點點難 就是我相信你們做得到 但比你們大許多歲的長輩朋友沒有頒報 你看它這樣子什麼LINE store get 可是這其實就是錯的 LINE的官方網站完全不是當什麼樣子 好啦 在台灣呢 像是不在whatapp 然後telegram LINE 跟 還有就是wechat 在台灣 超過九成人都使用LINE 作為他們的查核 不是查核 就是他們的傳訊息的聊天平台 那你們大概在就是15到19歲 你們是一群會主動查核不實訊息的群眾 因為在台灣其實大部分的人是 尤其是就是更老或者更年輕的人 他們其實是並沒有具備這樣子的能力 這2018年就是國發會的研究報告 他們研究的其實就是不實在 大家在看到網路訊息的時候 對於他會不會進行查證的一份研究 那這其實是個距離地專案 2016年的時候 將來就在距離地黑客送裡面提案的 那後來2017年 我們也獲得了揪鬆的一個就是獎助金 它是一個工人科技獎助金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 將來我相信未來就是還會有 其他不同的計畫 那如果你有想法你有idea 其實你可以提案 就是你就找就自己先 一個人就可以了 因為當初他只有一個人 你一個人沒有想法 你就可以先把你想做的事情寫下來 就從一份文件開始 那可能就會有多的機會 像去年 然後一直到去年 真的都一直不斷在發展兩種 到去年 我們家有AI的功能 所以他現在可以透過 人工智慧AI自動分類 那當然這些都是開源的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去看程式嘛 如果你其實有程式基礎 那你可以透過看這裡的Github 然後自己架一個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或者是適時插合軟體 使用者方面我再講 如果你們剛剛有掃描剛剛的QR Code的話 使用者是可以直接傳訊息給這個聊天機器人 聊天機器人是自動回應的 他之所以可以回應是因為我們背後 有一個超級龐大的Github 應該通常最大 可能是人間最大 應該超級大 Github裡面有即時訊息 還有就是等一下會 也不是等一下 就是插合的回應 我們等一下會的活動是一個人 去省電界的插合回應 而這些插合回應 工程師已經寫好了一份紀錄 它會產生一份學習歷程 如果你們有需要你們可以拿那個 就是特別學習歷程 以後可以去進行申請或者是推薦法等等 通常我們會說就是片面的 片面的數字可能是數據 透過更多的幾個周邊的資訊 資訊跟資訊之間 你要可以串聯起來 那就會成為知識 在知識當中 如果可以找到幾個特別的點 並且引發你的名字 就是你的洞察 或者洞察之後 如果你洞察之間可以連接起來 那就是你的見解 但實際上我們更多看到的是陰謀論 比如說蔡英文為什麼可以成為總統 因為他幫李登會過太過 所以他才可以獲得 就是這些民進黨的幫助成功上位 這個就是陰謀論 就是你無法太過風堂 或者是錯誤的連結 然後產生那一種 只有我知道別人不知道的言論 就叫陰謀論 然後充滿個陰謀 可能像這個就是 美國選舉剛結束 說當時很多選票下落不明 包括像是去年總統大選 開了任務大選的時候 就說啊 那個票鬼 票都在票鬼的下面 為什麼韓國瑜沒有選上 因為那個票啊 有很多錯誤的人把那個票藏起來了 所以韓國瑜 台灣沒辦法選當總統 或者有很多州已經停止進票啦 接下來為什麼都是 這幾個州都是民主黨擔任州長 這個民主黨是拜登的政黨 因為他們擔任州長 所以他們幫助拜登去進行 就是選舉他們的作弊 包括像是蔡英文殿可以作弊 蔡英文殿可以當2020的總統 像這一些就是透過不同的 與文字的連結 然後讓你相信錯誤的理論 其實他們都會是一種陰謀論 在選舉期間 或者像最近 包括萊克多巴胺的進口 萊克多巴胺豬肉的進口 或者是鳳梨 最近鳳梨 為什麼中國不再進口台灣鳳梨 這當然什麼樣的影響 這就會有很多的陰謀論 好像說你要不要打疫苗 現在的疫苗一定有很多假的疫苗 可能是生理食鹽水 或者是你打疫苗之後 不是不會感染 然後是你會感染但是沒有病 那這也是一種陰謀論 整個流程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這樣我畫得很清楚了 使用者只要傳出去給這個聊天機器人 聊天機器人之後他就會把編輯 我們這個專案其實有很多就是 願意花時間花心力的編輯 那這些編輯你也可以成為這個編輯 如果你成為了這個編輯 你試著登錄這個網站進行查核 其實你就是就算不會寫程式 你也可以協助這個專案的更好 如果你會寫程式 你幫忙修保 或者幫忙幫他PR 他一樣會在你的記號裡留下記錄 所以我剛剛說了 我覺得參加開源專案很大的幫助就是 你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會白費 那因為不會白費 你的歷程就可以留下來 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不要談得很現實的時候 這件事情對你生大學有沒有什麼幫助 但是他對於整個人生的歷業 那你回頭之後去看你整個過程 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收穫的 因為你做的這一切事情都不會白費 如果你很善良 你很喜歡當志工 投入這個海洋專案的過程當中 你其實就可以達到很多效果 比如說你可以完成就是服務他人的心願 你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志工 同時你的志工的過程是會累積 還是會被記錄下來的 那你去回頭去檢視你整個過程 跟檢視你的過去 這一切都不會白費 我剛剛說了嘛 長輩跟親戚如果他們不會查核 那他們只要發送訊息給這個聊天機器人 他們就可以獲得幫助 這些機器人有很多功能 比如說他可以直接用機器人申訴 目前台灣唯一可以使用機器人申訴 就只有這個聊天機器人 只有這個 然後有查核的記錄 然後同時去年開了一 去年不能是開爆了一個新的功能 過去你查訊息 聊天機器人查不到 他就會跟你說我查不到 但現在聊天機器人如果查到 比如說1加1.2好了 我不知道1加1.2多少 但可能過了一個禮拜我也知道 機器人就會跟你說 你上次問的我查到了 是1加1.2 那同時還有他開放原始碼 所以你可以直接使用這份原始碼 去開發你的世界查核聊天機器人 那同時呢 因為我們過去黑客松就是上面的時候 然後張森也開了一個就是 如何在你的筆記型電腦上面開發一個自己的Coldline 所以我們也有就是開發的教學 那我們的資料庫非常地打當初了嘛 就是他有官方還有你的IFCN IFCN是來自美國一個國際事實查核聯盟 那台灣的聯合夥伴也都在這個資料庫裡面 我們的資料都是開放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做研究 你有在考科獎 或者是你有在做就是社會科學的小論文 你可以直接研究這份資料 那如果你有在開發自己的傳統機器人 你可以直接連接他的API 比如說如果你有聽過美麗麟 或者是虛勢科技防紮達人 他們都直接連接API 那他們的機器人就是 你問他們的機器人 他們機器人會問庫本機器人 庫本機器人告訴他們的答案者 他們把這本答案看給你 那他就不需要自己做事實查核 就可以直接連接這份API 然後達到事實查核的效果 那我們同時就是剛剛說了 因為我們開放跟透明 然後社群可以登錄 我來登錄跟你登錄是一樣的 就是不會因為說我年紀比較大 或者是我權力比較大 就是我可以做比較多事 沒有 我們兩個看到東西是一模一樣 那也不會這樣他可以維持透明開放 他就比較公平 他的進入是中立的 舉例來說 有些人就會不斷地問我們說 你為什麼要讓大家都可以登錄 為什麼不讓更專業的人登錄就好 那當我們遇到這樣子的疑問 其實我們要解決的就是 如果說只有我有權力去說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 那難道不是另外一種言論審常嗎 因為就變成我來決定 你們說的話是不是對的 那誰來負責查核我 真的假的想要做的事情 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查核這件事情 別人可以來審查我的過程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理 那剛剛說的 因為我們的資料是沒有在藏 所以我們資料都可以開放研究使用 很多的查核者 比如說台灣市的查核中心 我們這兩週是IFCN的會員 然後還有像賈新聞清潔機 剛剛說的 他們也是一群台中公園的青年志工 然後藍牧糾土 這是另外一家會 普產事業長得報告的公司 賈新聞特工特 這是台北那個十大結錄青年基金會 他們在另外組織的一個團隊 然後還有衛部部疾管署 這個專案常常被疾管署推薦 因為疫情期間就是資訊很多 那很多人就會不斷地想問說 那這個訊息是不是對的 是不是真的有 這附近真的有人經過 會不會真的有疫情發生 發出來 然後裡面什麼 我們的小聚 我們兩個禮拜兩個月 會辦一次天局的聚會 那這兩個聚會裡面 就是來過疫情 來過律師 來過技能 來過很多學生 很多學生 然後有你有我 透過大家一起努力 才可以讓這個專員也好 如果你剛有找我聊天機器人 他已經 他現在會有一個rich mining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應該如果你有在機器人裡面 你應該就會看到 你可以透過設定 就調整說 我要讓機器人可以通知我 那之後如果你問過的問題 他更新了 不可以直接看得到 然後你可以透過補下角的分享 分享到你爸媽的聊天群組 或者是像我們的聊天群組 因為這樣那媽媽 每次都在傳假片群組 他們就不用再反應 還有我們的官方網站 我們等一下會說 官方網站來做事情 然後我們兩個月半 也是電梯小聚 我實在講是一個使用教學 他會透過互動式的方式 用機器人教你 如何使用這個聊天機器人 他就會跟你互動 跟你說 那你應該要先傳什麼 然後再傳什麼 那如果你其實會寫程式 這裡的就是github.com 然後我們都要去扣辦 那我們有API Server 然後聊天機器人跟網站 他們全部都是開源的 你可以從這裡看到 他們全部的人士 我們也透過這件事情 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直接取用 或者是資料如何共享 另外還有就是開放資料 那這些如果你有在做社會科學研究 你不危險程式 但你可以透過這份開放資料 你可以寫它的就是svg檔案 然後可以直接的用 可以可以可以直接的使用這段開放 它就可以直接放在你的研究報告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獲得很多數據量化的訊息 然後我們也寫了一份工具包 它本來就有中文的 然後我們翻譯成 他們翻譯成的英文之後呢 那不管你是哪國人 你都可以使用這份教學文件 去做一個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我們相信就是這些資料 的這些程式嘛 要不斷的被使用 它才能拿到最大的效果 然後呢 我們連接了OCR 所以它其實可以查 有文字的譜片 它只要可以譜得出來 譜片裡面的文字是什麼樣子 它就可以進行試試查 它譜片的部分 它剛剛說了 它可以 如果你想做機器人 你就可以完全比照 做購入的美麗 或者趨勢客氣 你可以直接連接這份API 它就可以很順利的開發出 一個自己的聊天機器人 然後你不用負責 進行很多餘的查理資料 這是一份就是系統表 有了這個API之後啊 你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多的事 剛剛說的Open Data 然後我們有數據統計 使用者呢 在網站裡面進行協作 然後或者像是 複審資料啊 編輯新資料啊 就會增加上面的數據統計 那同時使用聊天機器人 也可以讓它產生效果 只有上面的開放資料 跟數據統計 都可以給研究者所使用 那大部分的志工 都是登入網站 然後進行試試查購 同時這個聊天機器人 它就可以直接幫助賣的使用者 那目前呢 我們已經累積了四萬五千筆資料 因為我們就是做了比較多年 我們大概從2006年開始做了 那現在資料量很多 我們使用者會不會增加 我們進行一些新的改變 比如說 使用者如何進行負責訊息的分數 另外像是假訊息 假訊息都會在封閉聊天室裡面傳來傳去 那使用者就可以快速的回報聊天機器人 回報的訊息會放在公開的資料庫 剛剛說的 我們等一下會登入這個網站 登入這個網站之後呢 你就獲得了可以幫助使用者 然後改進他們未來看到資料的能力 然後你提供有可配參考的論述 比如說你可以幫忙訊息做補充做回應 那你可以透過回應有用 回應沒用 他們為什麼沒有用其他論述 等下我們會做那件事情喔 就在橫色那種學校做的 然後我們就透過這個循環 不斷的幫助使用者 使用者就可以再把這個訊息插 放回去他跟我們聊天的聊天室裡面 然後呢我們透過那些遊戲化 比如說我們就會當回憶很有用 就會跟他們說 欸我覺得你回的很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你做的事情 像剛剛說的 你做過的回應會有夠格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會被記錄下來 那同時我們也開放RSS訂閱 你可以透過訂閱開啟小鈴鐺的方式 去訂閱裡面你有興趣的訊息 比如說像是有一些人對政治很有興趣 他說我將來想要請某某政治系 我將來想要念某某農藝系 那他們可能就會訂閱特殊的訊息 累積了一份個人的專長列表 那透過這些訊息 你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 我在哪些議題上面經過特別的努力 同時呢 這整個流程會不斷的鼓勵你 說你做的非常好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你做過幾次是 你完成了十件任務 你完成了二十一件任務 那這些記錄都會被扭出來 你就可以讓你可以幫助很多人 通常說我們有AI跟類企 所以我們RSS訂閱 可以通知編輯說 有一則跟 跟生物有關的議題出現了 你可以幫忙回 因為有一則跟萊克多巴能訊息出現了 如果你喜歡研究 你可以幫忙回 你有一則跟資訊安全相關的訊息出現 你可以幫忙回 然後同時呢 這個論述啊 就會回到使用者的一件 他會告訴他說 我幫我通知嘛 你剛剛換了眼睛 有人回應 來看回應 有人新的回應給你 我們通過這整個流程 讓使用者可以不斷的公開評價 然後共同審閱 我們等一下問的就是這個任務 所以你們要確保你們可以上網 如果你不能上網的話 這裡Wi-Fi TNGS 就是台南日中的Mogo 應該用手機就可以了 但是電腦也可以這樣 我確保你們有網路 用密碼 然後我們開發的就是在圖寶 在圖寶 也可以使用這個聊天機器 像這個啊 他其實就是當時就是說 中間那個照片是楊慧如 因為楊慧如當時發生了一些 就是其他的新聞 然後說啊 他其實在過去就是支持就是 就是同志婚姻的時候的照片 但其實不是啊 因為這個其實是2014 你們出生了嗎 2014年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有仿黑箱服貌 是當時廠內的另外一個其他的藝術表演者 完全不是楊慧如啊 他是當時行政院 因為除了當時就是建立法院之外 然後也有人進入了行政院 他當時有人因為行政院受傷流血了 那因此在場外抗議就是說 他們因為透過大量的流血 然後這些青年 某種程度上就受傷了 國家欺負他們 然後像這個 這個是去年的熱門訊息 說啊 強庚醫院的醫師啊 就傳訊息人來說 北榮 台北榮總 台大醫院長 雅東的急診醫師 然後說最近急診的時候 人數很多 或者怪怪的 說因為當時天氣比較冷 所以病毒病菌很活躍 那出門口罩要戴好 聽起來沒有錯 這樣你戴口罩是對的 但是像是有這件事嗎 他其實很重要 他使用了四種不同的醫院 去鼓勵民眾說 我說的是正確的 他用了教育部台大醫院 然後退股會的榮總 還有民間的亞洲醫院 都加強了那個 比如這就是剛剛說的 為什麼醫師的專業背書 好像很有用 因為他們可以透過醫師怎麼說 台灣其實很相信醫師 所以亞洲醫院其實有三個要素 一個就是專業 那也不會有病 非常會情緒化 情緒化會用很多的情感 去要求你去鼓勵你說 這是假的 這是真的 你要傳出去 或者是 只要我戴關係 一定要記得戴口罩 這樣就是情緒化 然後有病 你如果不戴的話 你可能會死 你可能會感染不利難進 然後透過專業 醫師這麼說 所以不會錯 好 而且還有什麼呢 常跟醫院的醫師傳的 所以他一定是正確的 像這樣子 其實就是用錯誤的專業 或錯誤的權威在引導裡 剛剛說到我們有接就是 數據資料 如果你喜歡做研究 這個資料就是像去年說 去年比今年也是 說三五接前後呢 疫情會再加重 然後說用藥的副作用也會很大 那你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這個訊息的熱門程度 比如在四月的時候很熱門 然後到四月的時候就更熱門 我們透過這些圖表 透過這些資料 你就可以迅速的理解到說 台灣對於這個訊息 或者不實訊息的敏感度 或者是什麼樣的人在傳 這份訊息有沒有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那要怎麼樣使用這個聊天機器呢 如果你有對決假如 那他可以用ID 就是AppCoin 然後我們應該有另外一個 怎麼樣協助查核 總有其時刻需要一秒決定 但黑皮卻猶豫不決 人生中總有其時刻需要一秒決定 但黑皮卻猶豫不決 原來黑皮天性網路謠言誤判情勢 划工所有機器去搶購衛生紙 沒錯 假消息通常是真假參在一起做成的 像是衛生紙之亂出現時 口罩真的在大改功 以這樣的真消息作為背景 讓假消息很容易趁勢起飛 等到假消息傳開 強攻熱潮出現 主流媒體跟進報導 讓強衛生紙變成最康話題 這時可能又有相關的假消息跑出來 使得真真假假更難辨 有些假消息還會被提花揭幕成權威人士的發言 讓一般人更容易上當 加上假消息通常是在孫密群組間繳 追溯源頭並不容易 也讓麗瑤變得難上加難 其實接收訊息的當下 AV應該先津津蘭麗是怎麼說的 我那時候就跟你說 可以先問真的假的機器人 像這樣無確定真假的訊息 先用LINE的分享或轉傳功能 直接轉天貼給真的假的機器人檢查 他是一個可以查核資訊的機器人 背後有著對應的資料庫 整體的運作方式有點像是圍基百科 所有人都可以編輯 並付上自己的參考來源和說明 如果有看到錯誤 你也可以主動修正 這樣一來 真理會因為大家的參與 遇見明明 幫助我們避免依賴單依權威 如果沒有對應的訊息 你可以選擇提交 讓他進入資料庫中 這樣其他人也會看到這裡 有需要查核的消息 你只是等不及想吃香腸吧 真的假的機器人 讓黑PK748不確定真假的消息 和自己查證的結果 跟更多人分享 或再傻傻買單各種轉傳消息 需要判斷消息真假的時刻 使用真的假的機器人 讓我們從自己出發 集結成更強的眾人查核 查訊息不是每一次都查得到的 那既然因為有的訊息會查不到 那就會需要有人再去增加 新的訊息 如果你是一個使用者 你可能會想要確認了人 那你剛剛如果聽家 如果真的講的機器人好友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搜尋 如果是電腦的話 電腦比較容易 因為電腦你可以直接在網站上面 去搜尋關鍵的人 那同時網站裡面還有就是本類器 所以你可以就是先刪選說 像最近最近熱門的訊息有哪些 那我就直接找時間範圍內的訊息 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快速的找到訊息 我們等一下做的訊息就是按讚 就是可以幫其他訊息留在新的線路 像這個就是說 臺灣產品公司在顧慮保單 就是之前那個透過500塊保保險 然後你可以獲得10萬元 就是領培金的那一份 那他再說 他就說電話會隨機抽問客戶兩個問題 如果剛才回來的話就會推薦出 像這個就是很熱門 他一天就有就是1000 1000則訊息在問 那有人做出的就是補充 像這個就是我想補充 他選擇了我想補充之後 就可以在這邊寫 他就說臺灣產品的公司 川普說他們不會這種電腦 那是錯誤訊息 那這個就是很有用 很有用 所以我們要幫他按個讚 那我們等一下會做一件事就是登錄 在網站的右上角有一個 就是三個小點點 然後登錄之後 訊息只要回應有用 就可以幫他按個讚 像這裡 我們等一下就重複做這個過程 那沒有什麼要補充 就直接按送錄就好了 就是讚或不讚都會有 一個地方可以去補充內容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分享剛剛查到的資料 因為他右邊這裡有一個分享的按鈕 在這裡有一個分享 所以透過分享讓訊息就是越回越好 然後人效做就是0的這件事情 因為在資料庫裡面剛剛說的訊息很多嘛 所以你可能會開始就是練習查核 就是剛剛說你會累積你的專業的 查核訊息的歷程 那我們會先從復活別人的回應開始 因為真的假的裡面的訊息查核 也是由全世界的人一起共同無償自主查核的 但查核的成果不記得就是正確的啊 所以你會幫他看一下 確認說回得夠好 但如果你是一個新手 你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怎麼樣來進行的 像是你可以查的最新查核 或者是還沒有被查核 我們等一下會使用這個方式進行查核 然後就會提改他來回應 所以我們會去找就是適合的資料 在那個右上角跟你來打 我們等一下看那個網站 就會有很多的訊息可以進行查證 然後我們一樣的就是右下角會有一個標準 會有一個篩選 你可以從這裡講你喜歡的主題 像是喔我可能對性別很有趣 我這樣想念性別的時候 我就特別喜歡問性別議題 我對音樂有興趣 那我就會選擇可能有愛知病 然後或者是我想要做政治研究 我可能就會選擇中國議題 或是跨國就是國際互動 還有人權問題 或者是疾病或醫藥 環保生態 電力能源 農林漁木 科技問題 資產問題 然後政治政黨等等 很多很多不同的主題 COVID-19 你可以透過選擇不同的主題 你去迅速篩選出來 你有興趣的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分析查進來的資料 比如說他真的有 像這個就是訊息裡面很短 說台灣的最新商店長怎麼樣 你要注意 這什麼呢 可是你找不到啊 所以我們就會直接把這個訊息 拿去放在Face或是Google上面 看看怎麼沒有人回覆這個訊息 然後就可以找到說 喔是這張圖 我們在透過這張圖呢 或者是有一些是文字不完整 我們就一定要把這個文字拿去Google 找到更完整的文字 最後我們可以找出就是有爭議的地方 然後看其他人怎麼回 最後再提供自己的資訊 幫助他回得更好 最後上面有一些格式 就是我們選擇的四種 正確訊息 不實訊息 還有個人意見 不在談論大文 不在談論大文它是一個廢文 就是不需要回應 不需要被查的 不應該有回應的 他不需要回應就是假訊息 正確訊息就是真訊息 個人意見是 台灣有很多事情是無謂真假的 純屬就是個人的評論 舉例來說 這是一顆蘋果 這是事實 這是一顆好好吃的提供 這是意見 我們要能夠分得清楚就是 什麼是意見 什麼是事實 我們才有很多討論的工程 然後你會添寫理由 最後你還要放上 剛剛說的你要有放到資料 所以他會有個資料來源 一定要有資料來源 你才可以知道說 這個回應是 不是只有我講是對的或錯的 而是有查到其他的資料 他講的他寫說 這是為什麼是對 為什麼是錯的 最後 我也有查不到資料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 甚至像這種資料固定 你有很多資料就查不到 既然查不到資料 你就可以通過我想補充 去讓這個資料更容易被別人判見 然後你也可以留下你剛查到的進度 幫助別人 如果在機器人裡面的使用方法 那就直接對訊息直接按分享轉傳 轉傳之後如果查不到資料 他就會幫你送進資料庫 那同時我們會補充一些資訊 那就是我想補充 第三則就是我想補充 你可以多分享一些意見 比如說直接幫忙在機構上面查 在機構上面查 那只要查到了之後 還如果沒有查到 他就會放在我們直播網上 我們等一下會登入這個網站 那登入網站之後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有其中分類 其中這裡就是分類 這個訊息就是跟COVID-19有關 這些都是台北的醫院 說因為之前桃園屬立醫院的醫院封院了嘛 所以就很多就是台北的醫院都被點名說 他們都是被封院之後被轉介的其他醫院 那其實這是錯誤的訊息 因為這是去年就有的訊息啊 然後呢每一個志工都可以在協助網站裡面 寫自己的查核結果 那使用者也會對查核結果進行評論 那這個網站的網址你現在就可以打了 很簡單 是COVID-19.7-20 就是愛台灣的COVID-19 打這個的話你就會看到這個網站 你們現在就可以打了 那只要訊息查得到 你就可以把查核的訊息放到機器人裡面 那機器人就會告訴你回應 那機器人就回話了 同時機器人就會問說 這個回應是不是有幫助 他只要按示 那機器人就也會謝謝他 那他就可以再分享其他朋友 因為如果查核結果 可以回應到那個人 那他就可以為這個訊息評價說 這個訊息是不夠好的 可以再評價為事 真的假如可以做到幾件事情 你可以在聊天通訊網站裡面即時查證 那你就可以立刻打提不實訊息 而且他可以自動回覆 那你就不會進行人力的消耗 因為變種的可疑訊息也可以自動被機器人查核 同時我們開放群眾寫作 就是現場在這種各位 歡迎你們加入COVID社群 你們現在在坐在這裡 就已經成為這個專案的協作者之一 可以避免單一觀點 而且我們可以進行媒體試圖教育 剛剛說的 你如何分辨什麼是內容 然後什麼是自媒體 那就是媒體試圖的提供 然後我們的數據基礎庫裡面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訊息 像這個就是那個月有4萬3千者訊息就被查核到了 那這其實就是一般的使用量 很多很多的訊息 像這邊就是就是 就是經濟冠狀病毒 SARS 還有就是乳酸肺炎 對 這應該是訓練 訓練的訓練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兩件事 一個是評價回應 第二件事情是 學會如何把這個料理基金加入去做 那你就是那個編審 我們等一下會記錄網站 這邊應該已經有寫 然後這邊應該也有 COVID社群交流 那COVID社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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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共同協作的事實犯 然後加一個 친구 或者是COVID-700,去看看也可以 然後你第一次登入的話 會致重註冊 很多人都是用手機版 手機版點右上角 有三小點登入 COVID-erst All也可以 就是這三個字 我都被買起來了 所以都可以使用 那最簡單的應該是 COVID-erst7交流 是最簡單的 你第一次登入 它會要求你要註冊 你有Facebook帳號 你有Twitter帳號 你有GiHub帳號 都可以登錄 但你們是高度 你們是不是比較多人 IG帳號 但是沒有Facebook帳號 我不知道欸 如果沒有的話 我建議你們現在 現在開始申請加入GiHub帳號 如果你完全不會寫成 就是你們第一部 我也不會寫成 但是我有GiHub帳號 所以GiHub帳號是最快申請的 你們可以現在就開始申請GiHub帳號 擁有你人生第一個GiHub帳號吧 就上腳登錄哦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瀏覽回應過的訊息 看看是不是有回應 幫他按你的讚 然後我們要寫回應的補充 提供更多的情報 在庫哥的訊息頁裡面 就會有很多要查證的訊息 然後還有你寫過的訊息 像是這個就是 義大利人民全國跪天向天上會 那他就是表示 這是要被查核的訊息 然後呢會有 這邊有回報人的理由 他寫說 因為天主教教會在教堂地底 提供說不用站好路上啊 那有的人就覺得說 我覺得這寫得不錯 那個讚 然後這個人幫他找到了影片 我想請求 這個人幫他說 我找文子找到了影片 發現了這個影片 那我也會幫他按讚 然後下面這個是編輯寫的回應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巴西的教會 在巴西瑪朗斯市進行的祈禱 這根本不是義大利啊 就是錯誤訊息 我看一看喔 幻結請你幫我就是 協助後三排的同學 就是確定大家都可以一登入這個網站 二先登入網站 然後可以可以可以 已經有一個帳號了 我們先坐到這裡 就是確定可以上這個網站 然後還有可以登入 我們現在有一個任務 有兩個任務 就是一個你要先連到COVID訊息 到旅婦是COVID 會不會網站 然後第二件事情你要可以登入 如果你不能登入 現在開一個帝號 會上後登入 你要做完這件事情 才會有個人的學習歷程喔 有問題就要先學習 請做個畢業程過的 都可以嗎 你可以登入嗎 你登入了很好 很棒 等一下 你幫我登入 你登入嗎 很好 完成 那你先等一下 你可以登入嗎 可以登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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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登入下課休息10分鐘 可以登入嗎 可以登入下課休息10分鐘 可以登入10分鐘 可以登入10分鐘 喔好 好 剛好是下課時間喔 你們可以休息10分鐘 你們可以休息10分鐘 等一下再回來 然後上面有餅乾 然後上面有餅乾 任何人都可以去吃零餅 然後這樣現在不能吃 所以你們可以上去吃 還有食物 那麼可能還是很久 沒有要吃 就是現在的休息時間 我們會在一三點裡 大家都可以登入 又是一個 放秋月嗎 對 去哪 Yi 不可以 他在某種類種類的食物 真的、假面花了 哭了 還有冬天的食物 都看到了 還有冬天的東西 還有冬天的食物 看起來很慢 好,有將冬天的食物 吃一會 tooth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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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